中文字幕 李宗盛 舞台劇《最月亮的人》 就是一個現在做主題的編作劇 戲中提到的種種成長經歷 都是由真實的港版片段拼湊而成 我會說 我們最終整合創作組出來的男主角 他是一個虛構人物 但他經歷的所有事 都是我們這班創作團隊曾經經歷過 即是說這個男主角 不是代表著我的一生 不是代表著B、C、哪一個的一生 但他代表著我們每個人的其中一部分 我們這個叫《追月亮的人》 我們有一個故事包含著他 婆婆小時候跟他說的故事 幸福就在月亮那裡 他因為這句說話 就好像開始了這個旅程 我要去追尋我的幸福 其實家裡環境真是很影響我們成長的過程 現在見到這個鬧交的情節 就是一些很常見的家庭問題 也是男主角小時候一個重要的經歷 你是不是真的有女人 是的 我不會是有東西 有了寶寶可以嗎 你老爸是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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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歷可能是包含他父母要離婚 離婚可能是的 主角是那兩個丈夫和妻子 但其實是不是 其實可能不是 可能最受影響的那個 是坐在前面 看著這件事發生的那個人 大過了我的感覺 又怎樣 大過說我們普通人不想太空 一個溫暖的家庭可以令人感到幸福 但反之也可以留下不少問題和創傷 影響心軟 大家看完這部劇 相信會有很多反思